产业转移 转出新机遇 您好 各位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推动产业转移 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途径 这些年 受沿海地区用工用地 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提升东北和中西部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一段时间以来 东部地区的制造业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加快 产业转移并非一蹴而就 怎么才能够转得好 转得有成效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几个地方的 产业转移故事 现在观世这条优位线 全长就有150米 是过去的三四倍 总投资大概3000万人民币 周静松是湖南贵阳 一个家具企业的负责人 企业做了在县里的 贵阳家具制造产业园内 以生产石木家具为主 如今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生产 以前做油漆这道工序 大概15天左右 大概五六分钟就可以搞定 周静松所说的以前 是指他在广东东莞 开办家具企业的时候 周静松是贵阳县本地人 1996年大学毕业后 南下到广东发展 一直在家居行业摸爬滚打 后来企业越做越大 我们的产品是国际国内 都有销售 行情好的时候 我们的延长期 可以达到两个多亿 员工有800多人 随着家居产业发展迅速 用地需求也越来越大 2017年 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建设 作为制造业立市的东莞 要培育电子信息制造等 战略性产业集群 实现高质量发展 但是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 像家居这样的传统制造业 用地成本 也不断上升 家具产品占地大 比其他类型的企业 用地面积都要大 我们很多的企业是租产房的 但是产租非常贵 在广东 像我们这种企业 是拿不到地的 能拿到地的 都是些信息技术类的 轻生产 小空间的工业上楼企业 所谓工业上楼 是指为提高土地利用率 推动企业在高层楼房中 进行生产的新模式 当时东莞就在推动工业上楼 利用向上的空间发展新产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 像周静松这样无法上楼的 传统制造企业 就要主动寻求转移之路 这个震动性很大的 像高层上 因为家具你都知道 它这个大型的物品 搬上来搬上去都不方便 要实现工业上楼不限行 所以大家都在找出路 找后路 其实在东部沿海地区 很多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 普遍都面临同样的发展困境 而破解这一困境的途径 就是产业转移 这样的产业转移 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推动产业转移 如今已经成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生产力布局的 一项重要内容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 多次强调要坚持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 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政府是搭这个平台 创造一个环境 这种主要还是靠企业 那么向这类企业 该往哪移呢 盲目转移很可能会遇到 水土不服的问题 因此要科学研判 找准定位 让转移更有序 2021年 工信部会同十部委发布了 关于促进制造业 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 产业转移不是什么都承接 不是捡到篮子里面就是菜 但是我们鼓励支持的地方 就是立足于自己 特色优势产业 和产业链关键环节 来推进自己的强烈不列演练 我们根据各个地方的 产业基础资源秉赋 有真正性地提出 重点转移的产业和保障措施 我们通过这个文件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解决一个转什么 谁来承接 如何承接的问题 承接产业转移 需要政府搭台 企业倡系 湖南是东部沿海地区 和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带和枢纽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有天然优势 而且湖南广东两地 一直都有合作 当地也引导家居等产业 往湘西 湘南等地转移 而家居制造也一直是 周静松家乡贵阳县的特色产业 这让它明确了转移的方向 经常我们到广东的江山 省委省政府都在搞这个活动 就是引老先回顾先 我也考察了很久 一个是对营商环境 第二就是区域优势 第三个我们就是整个产业链 我们也考察过 方便的物流条件 充足的土地空间 对发展家居产业非常重要 贵阳县有着区位优势 精深高铁 夏荣高速 徐广高速贯穿全境 土地资源也有优势 不过此前家居制造 主要是以小作坊式 代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 抗风险能力低 技术握后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也是想通过引进大中型企业 规模化 集群化 改变过去这种低效能的发展模式 从而实现家居制造 转向家居制造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广东家居产业要转移 贵阳家居产业要升级 一场双向奔赴就此展开 为了承接好家居产业转移 贵阳县计划打造一个 家居制造产业园 吸引了大批的广东家居企业 来考察 一开始很多企业都签了入住意向 但是后来却有不少都打了退堂股 最多的一天一次就来了 100多个企业老板 印象签约的也有120家 到这次签约那天就只有90多家企业 再到最后动工建设 就只有20多家企业了 产业转移不只是转过来 关键是能留得住 萧楚成是当时园区招商局的负责人 他发现担忧背后 有前期资金投入的压力 也因为家居产业链条不仅环节多 而且划分特别细致 每家生产端的企业 都有不同的配套企业互相配合 企业搬过来拿地要钱 建厂也要钱 一方面我们要引进 生产端的龙头企业 另一方面相关配套的 供应链企业也不能少 这样的企业发展才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没有这些配套企业 在当地再优惠的条件 它产业链不完善 旗也带不下去 承接一个产业专 仅靠资源丙付是不够的 要素的匹配 你的数字 营商环境 这些构建都要做到相对比较好 这样你的那些资源丙付的优势 再叠加上来 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 符合市场预期的承接地 但是客观来说 我们有很多中西部地区 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于是当地又花大力气 把很多配套企业都引入到园区里 完善产业链条 并设法为入住企业 减轻前期投入的压力 前期先租地两年 企业有更多的资金 投入到产盘建设 军工以后 再支付余下的土地双金 他们的资金压力就大大减轻了 2017年7月 贵阳与广东家具协会 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开始建设园区 充沛的劳动力资源 便利的物流条件 优惠的土地政策 完善的产业链条 让这些广东的家居企业 进驻了总规划用地 近2万亩的贵阳家居 制造产业园 周静松的企业 也顺利入入园区 2019年底 建成了占地100亩的厂房 我们那边的租金 已经达到大概是 35到40块钱平方 而我们到贵阳来 我们政府给我们提供的 创新产业园的这种租金 它是当时才6块钱平方 这一下子就把这些企业 吸引去了 这样的转移 不仅是简单的搬迁 更是产业升级的新机遇 新厂房的建成 让周静松可以放开手脚 实现技术升级 不仅是生产线 这些年 他又陆续投入3000多万 对环保 消防等设备 进行升级改造 如今企业年产值 比在东莞的时候还要高 开手马力的话 年产级我们可以达到 五个多亿 不过产业升级了 技术类人才的短缺 又成了入住企业 共同面临的难题 周静松说 不少企业在搬迁之后 原有员工流失比例 高达40% 这其中还有不少是懂操作 懂设计的技术性员工 我们当时苦工 技术工都缺的 因为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的已经就是产业升级了 花了很多钱 上了一些新的设备 有了设备 但是没人操作 对我们的这个出货 交货都有影响 为此 当地一方面通过专厂招聘会 等各类招工渠道 线上线下发布招工信息 另一方面 让企业与本地院校携手合作 开设家居设计 智能设备操控等多个订单班级 为企业输送适合的技术性员工 徐正涛就是第一批 由当地企业与职业院校 培养起来的 智能设备操控班的学员 现在他已经可以熟练操控 这条智能生产线 这个东西由我家就是五六东里 现在整个世代家门头 就达到了合适自己的动作 在于什么的也很满意 我们下个月十七都多了 到时候从最优特里转一些 场地 资金 材料 人才等各要素齐备 也让贵阳家居制造员加快发展 第一是自责的了 空间也能够满足发展 再加上政府的金融政策 零商环境 都在一步步地完善和跟进 对我们做企业的来说 只管安心生产 可以说现在我们很多的企业 就在这里慢慢扎根下来了 目前园区已经开工落地项目81个 竣工投产企业37家 有效解决4000多人稳定就业 家居产业已经称为贵阳当地经济 新的增长机 实现了由传统家居制造的散烂低端 向自能制造和集中集聚的转型 目前我们扬升了木材 板材五金等九个供应链条 打造了集家居生产 集原辅材料销售 物流博览展销 扬发自检于一体的特色家居产业 家居制造产业 每年的产值增速是10% 而如今家居等传统制造业 从东莞转移出去以后 换出来的空间又利用得怎么样呢 真的是到哪个步骤了现在 目前这是我们那个物生车间 就是生产加工车间 车间是千亿标准 所有的纪念节地都是按照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去进展 这家企业所在的东莞道教数字园 去年底交付 已经正式投产使用 园区预计年产值超66亿元 这几年在东莞 利用家居等传统制造产业 转移腾出来的空间 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 高价值的战略产业 建成了一批 像道教数字园这样的产业园区 如今东莞的高质量制造 已经从急剧发展 向集群化发展跃升 这些年对于优化 我们制造的空间提出更高要求 因为我们整个的制造业的重心 原来是主要集中在东部 现在中西部地区 已经建立了相对较好的承接的基础 这样的制造业空间 它的有序转移也有了 很好的物质基础 这样既能够促进东部地区的发展 也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近年来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 持续推进 我国产业区域布局持续优化 区域发展的协同性不断增强 2018到2022年东部工业增加值比重 由54.16%下降为52.71 中西部由41.08%上升为42.71 这几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增长的速度 是加速成长 而且从中西部地区数据来看 它们制造业占它们整个GDP比重 也是在上升的 东西部制造业有序转移之后 我们在不同地区都会形成各具优势的产业集群 能使我们的产业链的分布更加合理 那么使我们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 更加得以发挥 从全局上 根本上 去使我们的供应产业链的安全 得到更好的发展和体系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科学有序推进产业转移 除了必须立足本地区发展实际 追求经济发展的高线 更要守住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 推进产业转移是一项长期任务 需要统筹发力 久久围攻 同时也要下足绣花功夫 注重科学精准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我们期待科学有序推进产业转移 能够使要素资源在大海里 高效流通 合理配置 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